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 现在是内忧外患 美国现在迎来了飓风爱达 这是170年来登陆的 这个路易斯安那州最强的飓风 它目前已经一路狂扫 替路易斯安那州带来了狂风暴雨 有屋顶被吹仙 电线杆被拔起倒塌 有百万的用户伸手不见五指 这个飓风登陆纽奥梁的日期 跟16年前重创 路易斯安那州的飓风卡翠娜 是同一天 噩梦重演让很多人很害怕 因此撤离得很早 也让高速公路爆塞 当地机场航下在前一天 也是人潮挤爆 当地政府在当年Catrina过境之后 花了巨资建造加固的堤防 州长认为这次是验证堤防 是否巩固的时机 目前的报告显示 至少有一个堤防已经溃绝了 而不幸的是 当地也出现了 因为飓风带来的死亡意外 站在狂风暴雨中 CNN连接记者被飓风爱达 吹得只能勉强站直升区 他表示这样的暴风 将持续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29号等级4的飓风爱达 从墨西哥湾登陆 路易斯安那州货马后 便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风速 为当地带来倾盆大雨 及猛烈的海浪 将大部分的海岸线淹没在水下 这是记者在密西西比的连线 风大到他从头到尾都要紧抓着帽子 才不会被吹走 画面上可以看到雨水 把街道淹成了一条小河 记者表示这样的淹水程度 代表想要上高速公路离开 已经是不可能了 房屋被强风吹倒 麦当劳招牌变形 屋底被吹先 壳牌加油站全会 许多民众趁着飓风来临前 为一碎的玻璃窗 顶上大片木板 认真做好防灾措施 加油站也挤满了囤汽油的民众 就害怕爱达会造成好几天断电 而选择离开的民众 堵塞高速公路交通 路易斯安那州国际机场 也挤满人潮 大批民众排队数小时 希望能够抢到所剩不多的机位 根据NBC新闻台报道 有大约200个航班受到影响 许多乘客也因此滞留在机场 然而不是所有地区 都可以这么幸运 可以先行避难 巨风爱达在三天内迅速地 从暴风雨转变为巨风 让牛澳粮食没办法提前撤离39万市民 而相当讽刺的是 今天正是16年前卡翠纳重创当地的日子 当年带走了超过1800条人命 对房子造成的破坏 至今仍清晰可见 为了避免再次经历当时的惨况 这位牛澳粮市民带着怀孕的太太和孩子 趁夜逃到佛罗里达州去 路易斯安纳州州长 称未来的几天对于市民将会非常艰辛 在当年卡翠纳过境后 当局便花费巨资建造加固堤防 但牛澳粮国家天气服务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 至少有一个堤防已经溃堤了 目前四级强度已经降为一级 但强劲风雨仍然导致牛澳粮发生全市大停电 估计有超过一百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 并传出有一人不幸遭陆树重压身亡 然而随着风暴席卷内陆 这些停电户预计只会增加 而减速的风暴也将增加洪水的可能性 目前麻州的救援团队已经准备好前往当地协助后续的救灾 而创立世界中心厨房以协助各地灾区粮食供给的名厨也已经从海地抵达当地 准备供给数周的粮食伸援当地民众 TVBS新闻综合报导